说实话我也胖 因为我上有老 下有小 但是呢 我又往后一想 如果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这个事情就永远就没有改变 它的危害还继续持续 而且会增加 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 有一只抹香精搁浅了 我们救部队把它给救到海洋馆 进行医治 把它放进这个海洋馆的时候 它已经有了好的兆头了 我们还企图很大的希望 可是没想到那天晚上 它就走了 它是一只精吞妈妈 对不起 对不起 在我们就是 一些专家去解剖的时候 看到了抹香精的那个幼崽 而从它的胃里检查的时候 看到很多塑料垃圾 那种感觉就是真的很难受 哎呀 我不想说了 对不起各位老师啊 对不起 海洋垃圾真的在无声无息地 吞噬着海洋生物的生命 每年呢 大概有900万吨塑料垃圾 最终会流入我们的海洋 会造成每年数十万海洋动物的死亡 所以说我们要保护海洋 都要有这种海洋环保的这种理念 才能做得更好 我们的这个海洋会更加干净一些 人生而已 也没有并且我保护海洋 的生命 早上 感谢观看